大家好,我是Dane 1月18日晚上,Hiona在IG发布了一张惊人的照片 在公开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Hiona与男生手牵手在海边的照片 并标注了勇俊英的官方账号后留言 请美丽地看待我们 同一时间,勇俊英也在IG发布了与Hiona相同的照片 而目前关于这一消息,勇俊英的所属公司表示 因为是私生活,所以难以确认 Hiona的所属公司也表示 对于一人及其私人的事物,我们不予干涉 因此很多网友们都猜测,两个人一定在交往 如果真的是交往的话 这是Hiona在分手一年两个月后再次开始的新恋爱 而Hiona和勇俊俊两个人分别是Promini和Beast的前成员 在Cube娱乐期间就已经共事 勇俊俊还曾在2010年 Hiona的首张个人单曲千集的MV中与她合作 并一同在音乐节目中表演,表现了他们长久的友谊 但是,两个人的恋爱消息在韩网并不是非常受欢迎 这理由是因为,穷俊俊群流组争议 甚至连记者们也用 Hiona与看过穷俊俊偷拍影片的勇俊俊开始了公开恋爱 Hiona与分享穷俊俊偷拍影片的勇俊俊被目击 网民们呼吁,请说不是真的 这种标题来做报道 勇俊俊在2019年3月爆出了所谓的穷俊俊Cocoto群组争议 当时,穷俊俊和FTNA的出身的崔崇文等人 因为集体对喝醉酒的女性做坏事被判入狱 而经过警方调查,勇俊俊并非穷俊俊群群流的成员 但是他承认,他曾在一对一聊天室中 收到穷俊俊拍摄的偷拍影片 并进行了不当对话 最终,他在2019年3月从highlight中退出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Hiona又不是没有其他男人可以选择 竟然选了个Poninson事件的成员 太傻眼了,你自己幸福就要求粉三大众们美丽的看待你们 如果是为了和勇俊俊的合作曲而知道这样的话题 那就更糟了,绝对会产生反效果 跟着搬到前男友的公司 然后交新的男人,还直接公开 这本身就抽出成立 希望这只是合作 如果不是的话,真的会很失望 为什么选男人的眼光这么差 如果是我的朋友 我会带着便当到处跟着他 劝他别这样做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事实是,勇俊俊不是Poninson事件的成员 也不是群聊的成员 也没有要求过勇俊俊发送影片 勇俊俊曾用Kakoto发送过一次 他才看了 在调查过程中被查出 所以他作为参考人接受了调查而已 但记者们却报道他是群聊成员 甚至上了新闻 因此收到批评才推出了组合 到底哪里有问题我真的不明白 那么犯过一次错的人 就永远不能和任何人交往吗 假装自己是圣人君子的房间里的傻 所以对于肖娜和勇俊俊的恋爱传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